Lio聊四季 天野都跟星星大家好 我是Lio 現在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是紅油杯的比賽 這位選手是... Kabuch 應該是這樣唸吧 英文不太會唸 這個對手是MBL MBL在我們頻道也是很常出現的一位頂階玩家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模式 一開始雙方都是封建時代 還有這個軍營還有這個兵工廠開局 所以一開始你就可以決定要出這個弓兵還是要出刺 去做一個開局選擇 那MBL這邊前期蠻早就過來偵查了 那我們先來加速一下看兩邊怎麼打 然後這邊吃吃吃吃吃 雖尿 這邊想要去抓到 這邊我們抓到 這邊直接殺到一村 有點賺喔 那工兵路線看起來是這樣子 應該應該應該就是小打小鬧 先繼續加速一下 這邊上高地直接互換 家裡 家裡根覓 兩邊都出公兵喔 好這邊 grandes 好這邊減速一下 我來看他這一波交戰 會怎麼打 黃兵公兵 都是公兵開局喔 那中國這邊是出了蠻多 公兵跟戰卯 應該是hos 好 那法蘭克點下了城堡時代之後會出騎士嗎 雙馬就應該是出騎士沒錯 肉跟黃金的儲存量還蠻多的 好 一道城堡時代先按雙騎士 然後點下一擊攻 增加一下騎兵的殺傷力 然後馬上就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那應該還會再補一個 那會不會補在這裡呢 這邊感覺可以補一個城鎮中心 但可以補這個位置 後面一點可以貼近這個黃金的位置 開這個位置 開在主金還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金礦又有這個TC防守 比較容易守得住 不然就是勢必要在這個位置差一個城堡 防守一下這個主金的位置更好 而且法蘭克的城堡很便宜 可以到處差 所以這邊只要一開始挖石頭的話 法蘭克的手勢來說會相對 來講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這邊的工兵數量其實蠻多的 但NBL這時候才要到這個城堡時代 那中國的工兵算是蠻OK的 原工坊全滿也有這個盟子環 那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他的一個 中國聯奴的單位 這個中國聯奴數量一度的手根 真的很像這個機關槍喔 很像格林機關槍一直 一直在射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中國聯奴這個單位 那反倒是他處奴兵的話 我就覺得沒有這個特色在 就是很一般的工兵國家 沒有太特別強勢的地方 就是完全型態的工兵而已 但是這個中國聯奴也有個弱點 就是他的手射程太短 基本上只要升級為中頭 加這個火靠 要解這個中國聯奴還是蠻簡單的 不是用魔靠也可以的 那解法還是蠻多種的 不一定也是要用這個型 因為戰矛直接硬戳也是可以 但用投資車是最好的解法 解得快又輕鬆 只是投資成本會有點大而已 好那MBL這邊選擇了開一下BK 但是這邊TC雖然開了晚 現在才開雙TC 但是這邊有前置BK 因為他也知道自己 上城堡時代慢了一點 所以要再打一個強軍士 那這邊有出駱駝 加這個僧侶 那中國蠻強勢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他的騎兵 是蠻OK的 騎兵也是全滿的 而且也有品種 重點是他可以出駱駝 然後又可以出弓兵 什麼都可以出 連步兵也可以出 基本上中國最大的弱點 應該是這個開局的時候 因為開局的時候 中國會多其他文明 多兩村 那一開始這多兩村的配置 會跟一般的文明開局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都不推中國 當新手去練的一個文明 那我個人認為也是覺得 中國算是蠻進階的一個文明 新手去練的話 可能會把這個配置 練得蠻奇特的 因為這遊戲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經濟配置 多少村民要挖木頭 多少村民要去種條 跟黃黃金這件事情 如果你最基本的 一般文明的一個配置都不會的話 不去玩中國的話 那你玩其他文明的話 十之八九也玩不起來了 因為中國的配置實在太特別了 但是我不確定 這個帝國戰爭模式有沒有差 當然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因為帝國戰爭模式 一開始就三幾算嘛 其實多那兩村也只是 細微上的差異而已 但是在一般模式來說 多那兩村差異就很大 整個開局的黑暗時代方式 都完全不同 好 那我來看一下 這個兩個頭石車能不能砸掉這個PC呢 那目前法蘭克爾士有在修的喔 看起來有 這裡一村在修 這裡 直接搜尋測試駱駝 那頭石車蠻硬要的喔 那法蘭克的話 這邊有個選擇喔 可以去點這個救贖思想 救贖思想的話要475斤喔 不然就用頭石車直接互打也可以 那如果點一下救贖思想之錯 這個勝率喔 就可以找找對方的頭石車喔 或者是 找對方的一個建築物都可以 算是一個不差的科技喔 再以反推來說 救贖思想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 那來看一下 這邊頭車能不能投到 東兵還是直接先投不投車 欸 有可能會被場邊拖掉 OK 有 東兵來需要但直接被砸掉 東兵直接上頭車的傷害 但是並沒有太多傷害 OK 這邊騎士直接過來硬砍 東兵再射 OK 騎士在硬追 但是東兵雖然還是有點多 後面有更多路頭過來了 騎士可能要先行撤退 讚 這個毛兵也迷身比較讚 毛可能要直接被送光了 好 這一波反客有點傷喔 好 但沒有關係 這個三隻生柳在這邊 頭車車解掉的話 這個TC就可以稍微狗下來喔 好 工兵要繼續出嘛 看起來工兵還有在暗撫 那頭車車也在出 當然還是要繼續監工的樣子喔 但是法恩克這邊 欸 蓋這個城堡位置還不錯 可以手中這塊眼睛喔 那 目前法恩克城堡是往左邊發展 右邊這邊如果要插城堡的話 可能要插平地了 插這個位置可能會有點太遠 不然就是要插這個位置喔 然後去這個地方 但我個人會更喜歡插這個位置 這裡可以守住這個石頭跟這個木頭 黃金木村右邊好一塊喔 欸 但是法恩克這邊 馬上蓋下了一個城堡 要在這個TC位置 但很危險喔 蓋在前面了 可能被這個頭車給砸光喔 好 頭車過來嘗試解弓兵 但是 欸唷 頭車直接解掉了法恩克的 頭石頭 三隻生女 開始招箱 應該三隻落頭可以完美招掉 沒什麼問題 再回頭的話就要被招走了 三隻落頭要被招了啦 好 三隻落頭被招掉之後 頭石頭直接硬殺 大家兩個騎士直接去硬解 都被解掉之後 這一波的進攻 MBL可能會不妙喔 因為這邊老蟲會來不及走 這邊城堡一蓋好了 要先射老頭 沒錯 後面這個老頭先射掉 再來射後面這隻老頭 OK 老頭全解掉了 那這邊騎衣兵可以撤退了 那這邊有個小小的觀念喔 就是 像剛剛那種情況喔 你在硬蓋城堡對方跟你印上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城堡去優先點掉對方的生率 這是不要賺的 因為生率很夠 一直到一百塊 好 基本上 射到馬上就賺了 好 不會虧 來 結果這邊是開下TC喔 不是城堡 那這邊開下4TC之後 反而客人的村民來到101隻 那MBL的村民是87隻 不能再 沒事 87隻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 來到90隻了 咳咳咳 咳咳咳 不好意思 最近 不知道什麼 紅龍不太舒服 所以在 在錄影片的時候 重錄很多次喔 可能錄到有點紅龍 紅龍有點怪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確診 希望不是 看這個紅龍爆炸 要播這個影片 有點痛苦 好 那這邊MBL 中間該下城堡 要來守護一下BK跟那個 修道院的位子 但我覺得這修道院喔 穿到這種情況 我覺得就要慢慢往後撤一點比較好 因為修道院在前面的話 很容易被打噴出來 然後也有可能被幹走 在我們之前影片裡喔 也才能看到這種修道院在 蠻前線的一個位置喔 然後是以後打到中後期喔 被打到修道院的時候 就直接被噴出來 然後一直被幹走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打贏 因為地圖上已經沒有黃金了 基本上只能靠這個修道院喔 去搶黃金而已 那這個都算是比較要注意的細節 好 那來看一下MBL這邊 4TC也開下來了 帝王時代也點了 兩邊帝王時代其實差不多的 在MBL這邊空間是走100隻 下面可以差距15吋左右 那看起來法蘭克經濟上會好一點 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的 資源量有點稀缺耶 這個量很難點遊俠 好 那這邊法蘭克利用這個城堡優勢喔 法蘭克的蓋城堡是CD國裡面喔 這個省資源 省這個城堡的石料支援是最便宜的東西 現在好像只要是自帶哈普一樣的 非常有趣的 那他可以利用這個優勢喔 到處在這個地圖的礦取有蓋城堡 讓對手的話可以減少挖 挖到這個野礦的機會 這隻森林應該寵不寶了 雖然有招到 但基本上森林有招到的話就已經是賺的了 好 然後這邊城堡蓋好馬上直接撞城堡傷害 箭矢直接開吃 那法蘭克這邊發展很好 MBL現在有點尷尬 拿下了一個礦區只有中間 而且這個金板也就是他的喔 這個是他的小小小小小的礦 他的分礦在這裡 誒 好沒有 那個算野金喔 這個後面這個才是他的分礦 那這個野金 等一下這個應該是野金 還是比賽圖會比較多分礦 這個我先有沒有仔細去算過 看起來跟一般阿拉伯的礦是差不多的 好 那這邊MBL決定要來對寶 對寶就是把城堡蓋著對方城堡的一個射城裡 但是MBL這邊的城堡高地 看起來是高於對手的 法蘭克這邊的高地的感覺 所以這個城堡如果蓋起來之後 這個會不會傷害喔 對付這個城堡 所以會解得更輕鬆一點 好 城堡蓋好之後 好 那確定了 確實有這個傷害阿 來 你看這個傷害 哇 一下十滴血 然後這邊打一下是五滴血 兩倍傷害嗎 兩倍都十滴嗎 對 這是五滴啦 對 這個是打五滴 你看這邊是打十滴血 這個明顯是高地打滴滴的傷害 就知道這個CD 我的高地對滴滴的效果 是多麼的強大的 這是地圖的細節要常去注意的 好 那城堡這邊直接補下來 直接燒啦 哇 這個城堡如果蓋起來 這邊可能會直接門戶大開喔 因為這邊看起來蠻好路線的 只有木牆而已 哇 這邊還可以通過蓋馬臼 好 那這邊 反而點下了非常多的騎士 在中國NBL這邊選擇的是 大量落魁而且要升級這個重裝喔 欸 這邊奴兵直接吃箭矢傷害 很險 沒看好門口 哇 生女直接倒地 啊 這個倒生很虧阿 哇 這個兵有點不受控喔 欸 村民這個村民也要不受控喔 哇 村民直接躲到城堡的一個射程範圍內 哇 直接11吋 2吋 3吋 4吋 但是NBL這邊很高的優勢 城堡頭低地的傷害很高 血量掉得非常快 剩下500滴血 再三方 倒了 收不回來 哇 很可惜 但是NBL這邊拿了更多村民來修理這個城堡 但是這個三巨頭是第一處的 打高地往前面四巨頭 還是有機會四巨頭的話 哇 兩邊的城堡都倒地 但是後面法輪哥還有一個 預備的城堡在後面了 那目前阿 還可以繼續暫時走這個戰線 但用騎士去強落魁其實有點不太明智喔 那看要不要出這個疾兵喔 去防守比較好 好 OK 那這邊 重落魁應該升級了 確實 這麼大量的落魁 直接一砍上去一定 沒什麼好下降 好 那這邊 城堡也慢慢補了進去 開始要進攻喔 這邊很明顯喔 是可以殺進去的 但是前線這個位置能守下來嗎 城堡也是要掉了 然後這邊直接復修理 稍微秀一下 重點秀得有點太晚 直接落魁直接進來了嗎 沒有 還沒有喔 直接進來 但是這邊長長病在升級喔 防禦也在點 但這個肉量有點太少了 這伐木工好像太多喔 鐵沒有撒夠多喔 那這邊有大量的一個村民喔 農田農夫喔 都直接好掉了 所以這個肉會產生幾具下降 這邊最好是也趕快一直撒田比較好 然後呢 這個殘暴看起來也是要掉了 法安特安全防線越來越少 但是這邊有出一些指輔兵跟騎士喔 開始要來進攻MBL後面的資源點 但是前面的那個握頭跟後兵喔 十分難打 那法安特這邊是打算到這個大局之後 然後開始往前推 那這邊投資的黃金層蠻高的 導致他這個騎士喔 兩把升到遊蝦 遊蝦也是蠻貴的 要1300肉 跟750黃金 礙於死之騎士的價格 好那這邊逃出一些直虎運 直接來偷殺到村民 村民開始下降 MBL的村民數來到100多隻 好那這邊洛駝還在巨頸 這邊直接挖MBL 挖薩蘭克的黃金 四巨頭拆爽爽爽 一直插一隻手 但這裏有些駱駝 從路面走進來之後 居然先衝到17巨項 後面騎士捷過來硬撿 就讓你啊 那些駱駝 家裡開始慢慢踩駱駝 去反制 直虎兵 跟這些騎士了 這MBL村已經降機112撐 但法蘭克這裏還125撐 很容易騎士捷 很容易騎士捷回來 那這邊 法蘭克要來騎士衝鋒了嗎 這裡有個小小的高地 看這MBL也不是 這麼傻的 你在高地我沒理由衝上去了 直接往後拉 換我自己上高地 然後順便把這個墊往後拉 我要等到前面 種田 哇 這個農民喔 這前方就是戰場 這個田做得很不安穩 通常送田應該是一件很奇異的事情 他直接種在戰場上 好那這邊駱駝要直接開打了嗎 哇看起來很像 三巨頭在前面後丟 可能要不能開戰 OK這邊疾病直接上去扣了一下 這些駱駝開始倒地 他後面喊只有工兵在了 駱駝直接回頭開打 雖然這裡不是完全的高地 但是這邊駱駝已經戳掉非常多次的駱駝 後面駱駝也在硬打 這邊有三隻一個小骸口 這邊正常的開通駱駝也要破 但是後面駱駝駝了過來 駱駝也在硬打 駱駝也有比傷害 後面在後面有個高地 但後面這駱駝也有還不錯 那這邊駱駝在吃兩月淵倒 駱駝也被死殺的蠻多了 駱駝還是有個優勢在 但駱駝雖然後面剛剛躲過來 駱駝也是駱駝的駱駝 兩邊在狀況主單位 但是後面反而這隻駱駝之地 全部被揭滅掉了 超打地的傷害就這麼誇張 但是駱駝之地也是一抹 把所有的指令跟起兵 全部解決掉了 哇NBL這邊攻勢相當不錯 這波會戰 可以說是完全勝利喔 連後面三台巨頭也解掉了 哇這個高地打滴滴的傷害是很猛 好那這邊城堡還是要想辦法解決一下 不然這個城堡跟這個馬舅 一直繞兵過來後面支援點 當村民很難繼續採支援 好那這邊攻兵 局局射擊還沒收到強奴 主要還是要出這個露頭 露頭打騎兵的效果不太好了 好右邊這邊殺了巨頭 開始踩右邊的城堡 那這個城堡掉的話 這邊野金可能不能挖喔 那法蘭克黃金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現在法蘭克最大問題是沒有食物喔 很多農田地區都被塗了一遍喔 應該是在農田上的白骨 這招被拖洗得有點慘 好這個城堡已掉之後 駱駝開始鼓了過來 但是要先來防守巨頭嗎 巨頭趕快先守下來比較好 好駱駝想要來防守 騎士想要硬砍 能砍掉一台應該沒問題 OK 砍掉一台之後 駱駝要過去砍村民嗎 趕快跑 村民能跑得掉嗎 哇這裡很多村 20村挖金礦的 好但是法蘭克沒有利用這一點的 黃金量去點下遊俠 因為他覺得 中國MBL 一直在點ROP 升級遊俠 好像不是看名字的選擇 但通常我看到沒點遊俠俠都下去了 那這邊 法蘭克會不會因為沒點遊俠而下去呢 但黃金量還有這麼多情況下 還可以轉出其他兵種 例如這個指輔兵 那火槍兵喔 都可以實 都可以納入卡住 這邊有可能拆的進去嗎 還是在拆進去之前 就被後面的疾兵給戳爛了 哇這大量疾兵直接開戳 摩托直接全部倒地 還來不及進去 就被疾兵戳光了 好那但是這邊 更多的蘿兵直接從這邊躲過來 好大量單位 直接殺進去 蘿兵開始在補 但法蘭克沒有補下更多的騎士喔 開始在捧黃金量 那一直在捧黃金量 那蘿兵直接殺到了 法蘭克能填區域 我們區域完全沒有城堡 這裡也沒差城堡 完蛋 這邊村民完全沒有防護能力 幾兵過來回救之後 才可以把這些蘿兵逼出去 村民才可以好好的種田 但是這邊MBL也把這些蘿兵升級到強烈了 強烈之後傷害很高 而且這邊遺跡也噴出來了 這邊MBL可以找機會 把這個遺跡點起來 那上面這一堆區域 還沒有完全收貨 還是在被騷擾中 MBL的村民數已經降至90塊了 但是MBL目前強盾式的狀況 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這邊弓兵非常的大量 25隻其實蠻多的 因為基本上20隻只要集火一隻起命 只要啟發兩次 就可以射一隻 射掉一隻重裝了 大概20隻左右 20隻獲勝 應該還不錯 好沒有狗偷 直接砸光 欸 你這個 算一滴血不砸掉啊 呵呵 還沒看到 好 這邊 弓兵過來 稍微守一下這個疾病的傷害 不然只知道新奇畢都很容易被戳光 這邊城堡掉了 之後三巨頭還在往前踩 家裡這邊 弓兵手還在輸出 裡面其實在防守 只是要掃上旗幟 但是農田區要一直被騷擾了 有點麻煩 目前法蘭克家裡有點難守 但是這一些大量的一個裝兵 該怎麼辦呢 要去點化學 出火炮啊 那目前感覺法蘭克是想 趕快把這個黃金區 拿回來 這個黃金趕快再挖一下 那其實MBL 一直把自己農田往前破 然後後面這個經濟區域 只剩下少量的村民 所以法蘭克這邊 住上區域在進攻 感覺能賺到的兵 其實也不多了 賺到的兵 也不多了 那後面這邊拆購的話 還是對MBL來說壓力比較小 要解放一下這邊壓力 但是這邊有一隊騎兵衝鋒了 騎兵衝鋒 想要直接來土這邊村民 但是這邊村民即時收村 那這邊有一個老婆先行倒地 後面有一次是 駱駝過來支援 那駱駝也有沒辦法 擔心用過騎士的傷害 直接倒地 後面車輛 撞過新騎兵 還還是駱駝沒有居前面 好 但是這邊只剩一騎士了 好 把村民放出來 但是中間這個位置 要來手撕TC了嗎 TC要被射光了 但是這邊有大量部隊這邊等著 那這工兵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工兵如果被包掉的話就麻煩了 這邊MBL也斷金了 這個是他最後的強弩了 不能再送了 好 落頭直接往前 但是看到TC可以移用過去的廣場 往後拉 好 但是MBL這邊已經前線了 去趙生魚要來撿這個遺跡了 好 撿一個遺跡 死之前可以放回去嗎 還是來不及 哎呀 來不及 啊 遺跡噴出來了 好 那這個遺跡沒來不及 撿進去MBL 來 再努力想辦法 起訴黃金 黃金現在只靠遺跡在操動 好 那目前MBL有兩個遺跡 還算可以 那法恩克這邊反而是沒有以直接跳動 所以這邊如果時間越拖越長 對法恩克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遺跡 是蠻重要的 還有遺跡在這裡 好 但是MBL這邊出了一些清奇兵 想要來阻止法恩克這邊挖黃金 哇 這邊殺了非常多多金礦宮 金礦宮幾乎快被塗光了 好 那這邊把祖靈部隊抽了B退之後 要來這邊硬砍說到願嗎 欸 結果這邊偷偷拿走一個遺跡 還可以 看這邊釋到一些劍十三號 中國這邊還沒有點一下化學 強弩的話 有化學的話 可以再更上一層 喔 更強進去 實在太悲慘了 好 又要來這邊進攻了嗎 騎士百姬 服了 聖女百姬丟進去之後 趕快落跑了 好 那這邊修道彥 終於有三個遺跡了 那如果MBL有察覺到這裡有遺跡的話 可以找到四遺跡了 好 騎兵這裡過來直接硬拆 復兵單位 這個建築物的效果是不錯的 如果還有中火的話 可能會更猛 但是這個祥母繼續在射 後面清奇兵還在騷擾 想要再來打村民 但村民術後面真的太少了 大部分的聖民都在中間這一塊區域了 先去一頭頭頭 欸 對了這邊 幾滴沒空跑 死傷慘重 幾滴倒了非常多隻 這條地已經超被MBL 鋪打在這裡喔 變成一個鋪打軍團了 如果可以再到處回救 聖民雖然被稍稍砍掉了幾次 但是反而聖民已經降至 剩下57隻 是不是有點無力回天啊 這邊來偷換環境 聖民臺被兩隻強武偷偷射 完蛋 這個TC看起來也要被射爆 所以趁機一直按 但TC也剩下最後兩個了 第二個TC在這個位置 哇 看起來 法蘭克 這個是 兩了 好 那法蘭克打錯了幾句 哇 這一場駱駝跟騎士大戰 我覺得中間那一波打得蠻好的 這個沒想到這個駱駝 有點險勝喔 疾兵居然沒有全部戳掉 我覺得最大原因是因為MBL 把一坨奴兵 放在後面的高地喔 然後順利打倒了蠻多疾兵的關係 所以法蘭克那一波衝鋒 並沒有拿到態度優勢喔 所以有可能是那一波 導致他的一個主力部隊 喪失掉之後 要重新建立起 法蘭克要花很多時間喔 那這段時間很容易近況趨有 就被MBL搶回去了 好 那來看一下輪走部分 輪走MBL很早就點了 12分就點了 那法蘭克是22分才點了 這10分鐘的差距就會差蠻多的 但是這邊法蘭克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跟二級農田那些的 但是MBL後面才滿點的 所以其實到這些時段的時候 經濟有點補正了 導致這個輪走技術 好像沒有那麼有大差距的感覺 那其他的科技 看起來也沒有比較能講喔 都是該點都有點 但是沒有點化學喔 中國這邊如果有在點化學的話 這個強弩會更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